里头有两位80岁以上的老人家就可以申请外籍帮佣 本来预告呢今年元旦就可以上路了 但是现在恐怕会出现变数 因为各界反对的声音太大 劳委会现在表示还要继续听取各界的意见 这项政策可能会绕回原点 迈向高龄化社会 国内大约有2000多个家庭 同时拥有两位80岁以上长辈 如何妥善周六成为一大难题 劳委会原本预计放宽家庭外籍帮佣的申请 原本最快元旦就要实施 但已经过了三个星期都没有动静 劳委会表示还要再听各界声音 看起来就是说这样的议题 确实有很多不同的意见产生 那我们希望必须针对这样的一个问题 我们必须要更加深深跟周延 那避免就是对很多团体会担心 就是说对我们的妇女的就业产生影响 就业服务法规定一般家庭想申请外籍帮佣 必须家中成员评估点数达到16点才符合资格 劳委会打算修订把80岁及90岁以上长辈评估点数 从6点跟7点提高为8点跟9点 等于家中有两位80岁以上长辈就符合资格 不过政策一宣布就引发民间团体强烈反对 很多都是靠中高龄人口来做照顾小孩 照顾老人的工作 我们希望政府暂时恶后行 劳委会之前邀及相关部会及社服团体座谈 反对意见一面倒 如今劳委会态度转变 可能让原本符合资格家庭希望落空 有立委建议不妨折中处理 是不是可以考量到他们还有一些特殊的家庭的一些状况 纳入考虑也就是做一个折中的一个政策 立委表示请本劳照顾价格昂贵是事实 政府长期照顾体系也尚未建立完全 如今放宽外籍帮佣政策一旦回到原点 高龄化照顾问题还是没有解决 记者许更资许正俊